本章主要讲的是企划的时间长度 那我们今天来讲 如果演讲可以 那企划书为什么不可以呢 有没有可能你90分钟就提出一个企划书 或提出一个企划构想 那这个东西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思维 其实它这样 当你去做对一件事情 有所思维方式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脑中的墙就会给打破 那如果现实中 那叫做纸墙 一波就破 所以我们刚才讲 当你要去做一个演讲的时候 我们其实演讲本身应该是没有所谓的长度的限制 你有可能在一分钟里面就感动一个人 你也可能在十几秒内感动一个人 那这个东西我们先不讲 我们讲说目前业界有的书 书籍部分有那种所谓的电梯演讲三分钟 电梯演讲三分钟是怎么由来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遇见一个伟大的人物 或者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 可能你就可能遇到他只是在电梯里面那一两分钟 你就要让他对你有非常好的一个印象 或者他对你的提案会整个眼睛亮起来 那这个就是电梯演讲的由来 那有没有可能 那我有看过一本书 它叫做17秒 它的意思是说人的沟通长度 你其实17秒就可白信使搞定 然后他说叫做17秒说重点 17秒耶 17秒会把一个想影响人家的企图心充分表现出来 那这个也不成 最神的是有一本书很有趣 他叫一句话入魂的销售文案 一句话哦 一句话可能五个字六个字啊 像 好吧 我们去京都 就类似这样 然后他就是一个 小宗王一个广告文案 他搞不好的比17秒还小 还有更神 他想说干脆我瞬间催眠你算了 但是我倒觉得催眠这基本上是不是很有可能 因为其实我们如果说讲到催眠的时候 第一个催眠的这一个人本身 他是要挑选的 也就不是说你任何人就没办法催眠他 而且第二个 他如果对方不想跟你催眠 你也没有办法催眠他 第三个 如果你的催眠指令不够好的话 你也没办法让他违反意愿 去做一些他不想做的事情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 我们今天单纯讲演讲 其实你可以大到无限大 我觉得长时间演讲是最容易的 讲三个小时 讲六个小时 讲十八个小时 对我来讲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那我目前就在研究说 怎么样我可以在17秒内 或者一句话 让你深受感动 那这个有很大的学习空间 那我们提到说 那如果说今天演讲可以 那企划书可不可以呢 那我们首先就要了解 其实企划书它本身的企划重点 目前各位在坊间 能找到的书 大部分都属于企划表格 也就是它就是一种格式 它告诉你企划里面就是5W1H跟1E 就是Effect就是效果的意思 那甚至有人告诉你企划的格式 他可能告诉你说你企划本身 你要有关联图 你要有分解结构 那你要有实陈表 然后再来你要有预算 甚至有的是摆各种专业 举个例子 他就直接告诉你说 行销出销活动 它是怎么样的一份企划书 或者说我们今天在做 那个产品发表会的时候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企划书 或者我们今天讲Budget 我们今天讲的是媒体Budget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式 但是我个人觉得 比较有趣的东西 应该是OGISM的架构格式 那至于说 为什么90分钟的企划书 这种想法会给提出来了 因为其实人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说其实你为了增加自己的安打率 也就是说你次数只要打得多 虽然你打击率是一样 可是问题是你的值就会改变 第二个部分 你的打击数量就会增加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 是不是很有可能在很短时间 我们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 提出一个可以成局的一个企划书 那这样子会让客户对你印象深刻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去90分钟里面 提出一个计划书的时候 你当然基本上你的里面 你的电脑要这样的一个格式 而且你要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或类似的经验 或者我们就换一个例子来讲 你应该在很久之前 你就已经学过这样的东西 而且你有这样的产品 你才有办法在90分钟里面 提出这样的一个很具体的东西 那如果我们今天讲如果有些东西的话 基本上你如果没有内容的东西 那你就没办法学 因为你要学习任何东西之前 你一定要遇到一个好的老师 而且他懂这个东西 那如果说很不幸的 你根本找不到懂这个东西的人 那你根本就没有这个学习空间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提到说 其实很多东西它一个成熟度的意思 如果说这个东西有写成一本书 那当然你就有所谓的学习的机会 那当然学习的过程 还有可能看得懂看不懂 这又是另外一个层次 至少是可行的 但如果说你完全找不到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断绝了学习的任何可能性 那这样的一个想法 其实就提到说 你怎么去打破你脑中的墙 你脑中的直墙 就是说甚至于说你实际上的直墙 为什么 你想想看 如果说像我刚才跟你提到说 演讲的话可以 有人讲三分钟啊 有人讲十几秒 有人讲一句话 十秒都还不到 对不对 有的人甚至不讲话 就可以感动你 那如果这些东西都是可能的话 那企划为什么不能呢 那重点是你有沒有学会 这才是我们需要考量的重点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蜜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